天几天 好如今 这个花都帮助我们 祂是尝尝人的基础 在当地又难成基础 大家平安 感谢神 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 我们是丰盛小组 我觉得这个石头拿在手中的时候 就是一个磐石 就是一个活石 就是我的力量 然后我看到这个石头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林牧师想 叫我们要进食祷告 所以这个就是我警醒的地方 然后看到这个石头 就不能随便去买龙鸡咯 看到好看的衣服也不敢买咯 要把省下来的钱奉献 为教会尽一点点的为佛的力量 拿到这颗石头 让我知道这是一个使命 这是一个责任 好像跟石头要有点沉重 借着支持牧师他所推动的这个禁食的祷告 将每一周一两餐的钱省下来 虽然我一餐也大概只吃五十块 对了 一个月可以这样再多奉献四五百块 我相信鸡沙城塔应该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 为神在事工上献上我们心意的一个方式 在遇到什么再大再困难的事 都可以来到神面前以祷告 这样跟我们的主耶稣连结 将我们的事将托给他 我们就要看他怎么样为我们成就大事 这是一颗活食也是赞美之食 让我们更亲近我们的上帝 永远与我们同赞 今天看到这个祷告前 我是觉得因为我们的方言 不是十分之一 是要百分之百 牧师法律康典你说 那些土地老的 那都我的 那十十兆我定期了 又在我的名字定期十多年了 然后又去那十多年了 又比较了 这个金钱 或是我们所谈劳力所谈的东西 是我们大家有主控前 我们有支配的能力 我们要怎么使用 不过我之前 这几年来的时候 我的感受 就是说 虽然我们在地面上 要认真的这个工作 所谈来的一切 我们可以自由使用 总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这是最大的收拾我们的商业 我们是一个管家而已 我们如何来管家 要做一个中心的管家 要如何的顺服上帝 这点很重要